男主角开着车 带着女主角去郊外度周末 没错你没有看错 《大魔王》在电影一开始就出现了 因为这部电影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我我我子你要是没张眼睛 要开那么快投胎吗 耶 怎么公子里会说话耶 最后就到男女主角度假的小别墅 女主角从冰箱里拿出老公花200美元买的神户牛肉去喂大魔王 男主角看到自己花高价买活的牛肉 拿去喂了狗 显然没有对女主角发脾气 就带女主角回了屋 准备开始进行修修的二人世界主题活动 女主角特意回了下头 看到门没关 但是想着没关系 反正这里也只有他们两个人 于是也没有在意 这就是作死的第一步 女主角随即换上了新买的性感睡衣 男主角吃了一颗神秘蓝色小药丸 奇影和欢散药丸妆妆 一片剪过去五片 从此腰不酸的太不累了 不再尿瓶尿已经尿不尽了 他好 我也好 然后脱光上衣 限制薄薄的拿出了两副手套 哇哦 这是要玩休止play的节奏啊 美女与野生 二号不说就把女主角靠在了床上 原来老夫老妻想玩一点新花样 妻子以为只要穿上新睡衣就好 但是老妻觉得完全不有激发可以想要玩的更刺激强奸律的角色扮演的戏码 为了让男主角和他交配 一开始女主角装作顺从 因为男主角已经很久都没有和他交配了 我们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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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男主角开始玩嗨了之后自顾自的叫爸爸 并且把女主角弄疼了 这次强奸不成反被操 女主角生气的一脚踹开男主角 虽然我想要和你啪啪啪 但是我不想让你做爸爸 那男主角本来都准备好了 结果突然这样停下来 当然也是超不爽的 那个男人不想当爸爸了 这是每一个男人的梦想啊 危急关头和欢省的药效突然上头 然后男主角呃就挂了 是不是渗透支了 那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呃怎么可能 不对男主角是真的挂了 不过故事依然还没有结束 女主角用脚把男主角举起来 发现我吵真的死了 吓得一个身体一抖 一不小心让男主角摔到了地上 一个头破血楼死的彻彻底底 那女主角除了叫还能做什么 突然一直叫破喉咙破喉咙 但是破喉咙还是没有出现 诶没人过叫破喉咙你憨哗啊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哀 噓 噓 我想我们都一样 我们不一样 因为一直没有吃东西 大魔王就开始吃男主角的尸体 这个时候V10逃脱游戏正式开始 因为不能这样 被一直靠到死啊 女主角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手机 于是用脚去夹旁边柜子的手机 但是腿不够长够不到 呃也是不会说 嘿 Siri这个功能吗 但是女主角依然没有放弃 他又经过几个小时的思考 才发现了第二件道具 男主角死前在床头架上放着水杯 于是他想办法得到了水 当那个时候才突然发现 妈蛋手铐不够长喝不到水 以及是还有道具没有用上 果然在床头架的另外一边 有之前睡衣的挂牌 于是女主角将挂牌 卷成了吸管的形状 达成了喝水的成就 后来女主角就睡着了 在他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有个人在房间看着他 他仔细一看 哦不是坏人 是死神来接他了 那电影里面看到可怕的东西 只要赶快闭上眼睛 就不会伤害自己 结果女主角闭上眼睛 就想起小时候被父亲XXX过的事实 并且对自己的身心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这个时候女主角发现 闭上眼睛的东西 比现实年的死神恐怖多了 于是就睁开眼睛 原来天亮了 女主角只是做了一个梦 睡太久而已 并且发现 手背手铐靠得太久 都快要坏死了 还好女主角即时醒过来 所以只是抽筋了一下 但是女主角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只好继续睡 结果被大魔王偷咬一下才醒过来 哦呦 你妈子都都还他妈会懂 然后女主角就坐到了床上 思考着怎么逃出去 想着想着他又睡着了 呃不是 这次他没有睡着 而是准备放大招 他拿起床头的水杯 然后用力敲碎他 用他的碎片划泡了手掌 那你一开始怎么不用这一招呢 争夺出一只手之后 就赶马把床推向了右边 放手机的柜子上 然后拿到了手机 一看 妈蛋居然他妈没电的 这是什么牌子的破手机啊 没办法 他拖着床来到了左边 用那只烂掉的时候 拿到了手铐的钥匙 顺利逃了出来 呃那你怎么一开始不往左边去呢 然后就进入安全区 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打药啊 止痛药绷带用用 回到半血之后 就开始准备开车跑圈 结果体力不知昏倒在地上 后面一下 醒过来之后就获得了道具车钥匙 结果走出房子的时候 又看到了死神 女主角就把戒指拿下来送给死神 求死神放过他 不要带他去阴凿地府 卧槽 死神居然真的放过了他 看到这里我是懵逼的 你以为他妈打劫了 严肃点 接着就开车逃跑了 结果体力不知皮刀驾驶 撞上了树上就挂掉了 呃才惯 男主角都没了 女主角怎么可能会死啊 这个时候 女主角就被周围搜寻的人所救了 得救之后的女主角得到了治疗 丈夫的死亡也有人处理 但是他却每天都做噩梦 望到死神戴着手铐和戒指来找他 几个月之后 女主角看到一则新闻 有个专门去坟墓强奸死尸 然后吃掉的变态男 被警方抓获 而且这货他妈的 居然和死神长得一模一样 于是女主角就去法庭上辨认 原来女主角看到的不是幻觉 是真的变态男 在等女主角死掉之后 打算强奸他然后吃掉 虽然说剧情扯淡 但是女主角在也不用担心 死神回来带走他了 我说你他妈的心也是真大 你仔细想想不觉得细思极恐吗 看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其实睡一觉就好 反正麻烦会在睡醒之后解决的 那要不然你也可以去买一把手扣 把自己靠在床上先练习一下啊 要不双十一的时候 难道和你玩这样羞耻的捆绑游戏 你也可以知道如何逃生吗